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挤出造型当中猜数对造型的影响 那么我们还会涉及到通过重构曲线来提高造型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现在我们了解一下玛雅的挤出造型 挤出造型它比较适合用来制作管状的物体 玛雅在这个起面模块 以及这个多面体模块都有挤出造型 那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在这个起面模块的挤出造型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要用于挤出的这个造型的轮廓 然后我们进入前视图或者侧视图 绘制一个起线 用来作为这个挤出的这个轨道线 那现在我们回到特视图可以看到一个轮廓线和一个轨道线 一条起线 我们按shift 同时选中二者 然后我们执行挤出造型 这个命令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轮廓沿着轨道 挤出最后得到一个管状造型 那挤出造型由于它的这个选项比较多 在某些选项的情况下 它有可能得不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那所以就是我们在 就是选择这个选项的时候 我们需要进行一些尝试 那么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个跟挤出造型 直接相关的会决定造型质量的一个要素 现在我们会发现 这个挤出得到的这个管状物 它的粗细并不经营 而且表面也并不光滑 那么这个是由于我们用来做挤出的这个轨道线 它的这个分辨率偏低 比如说我们进入到边际点或者起线点的模式 那我们会发现 刚才我们所绘制出来的这个轨道起线 它只有六个这个起线点 这样的话就导致了 就是这个曲线它的分辨率偏低 那么这直接影响到基于它所构建出来的这个造型 它的这个光滑度 那这里我们可以选择 曲线菜单下边的重建曲线 我们点击后边的这个选项框 我们把跨度数提高 那么然后下边我们也会看到曲线的次数 一次二次三次五次七次 我们曾经在前边的内容介绍过 一次曲线 那么就是线性的线段形式的 而且曲线的次方数越高 那么它的精度平滑度就越好 那一般来说 我们如果是要制作工业造型的曲线 那么用到七度或者五度 基本上可以满足 但是如果是曲线度数太高 那么基于它所制作出来的造型 对系统的消耗也会比较大 那这里我们提高这个曲线的跨度数 然后点击重建 虽然这个曲线在重建过之后 看起来跟刚才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们进入到编辑点的模式 我们就可以看到曲线上的这个点已经明显的增加 之后我们再来执行刚才的这个几出造型 好那现在可以看到 对几出的这个轨道线进行了重建之后 我们再做的几出 那么它的这个管子粗细就比较均匀 而且表面也就更加的光滑流畅 好那这一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